嗨 嗨 就是這幾秒啊 我腿了 大家好 又是我裝備L 來到新的地方 首先當然是開地圖 開地圖最有效的方法 當然是找一輛車 好 一落地已經拿著國際牌 買了一輛車 當然保險貴到媽媽都不認得 因為她是不承認香港的NCD 那我拿著國際牌 起算最多就是三個月 換句話 三個月之後我一定要拿了正牌 否則我就不可以再開車了 三個月了 那夠了 那無論如何 你之前有沒有牌都好 你一定是需要考完筆試再考路試 除非你旁邊有一個Full License的人 聰明的我當然是開車 開到兩個月 到最後找師傅幫我補一補中 和我講解一下這裡的考牌 重要資料 和看看我十九幾年的駕駛 有沒有壞習慣的 補完中師傅都說沒問題 但是我立刻暴露市 一take pass 就好了 老貌笑素 三秒鐘就被人肥老了 讓大家再看一次 整個經歷是怎樣 正常應該猜不到 我自己都沒想過 一般來說 這道考車是可以用自己的車 不過考官會在出發之前 檢查一下 你所有的東西有沒有問題 基本上會檢查你 左右指揮燈 死火燈 水撥 響安 那些胎夠不夠氣 是不是雪胎 之類的 聰明的我 一早看完 沒問題才去 誰知 原來我的車窗 是貼了反光的貼紙 它不給貼這些貼紙的原因 不是因為拍太黑 看不到裡面 而是它擔心當你有意外的時候 那隻窗打不爆 其實都很好 它知道我的車不用得之後 馬上提供我 去租他們的車 是給我去考試 衰開有條路 誰知原來我自己忘記帶 銀包給不到錢租車 另外它們的系統 也吃不到Apple Pay 我也沒有信用卡 也沒有現金在身 死死地氣之下 沒辦法 唯有放棄考試 折返回家拿銀包 然後再去報考試 這次有準備 帶銀包 借他們的車 之後一考就完成了 這裏考車的意外 香港很多 例如拍位 你可以有兩三次機會 不像香港一次死亡 學車也相當簡單 當你考了筆試之後 找個熟人坐在你旁邊 你就可以開車了 拿到差不多 考試之前 找個師傅 幫你補回一兩個小時 收拾一下習慣 就一定沒問題 這邊的考試費用 也不貴 一般都是幾百港幣一次 如果真的不幸 胖了 擇日蟲菜 都是很便宜的事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裏 想問一問Youtube大臣 有沒有一些便宜的保險介紹 因為我現在用的這個 真的很貴 都是那句 有什麼儘管問 懂得答 一定答 多謝收看